我到現在還是勞盡空空的 看得出來 對 然後還在想要感謝誰的時候 看到那個字一直跑一直跑 我就有點分心 因為要謝謝一直陪在我身邊的女朋友 然後還有他的家人對我的包容與支持 對 非常謝謝他們 我記得 因為我一開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中島會敢找我演這個角色 但我記得忘了看到他的訪談 他說 你有時候看的是年輕人 他笑笑的 但好像很多心事藏在他的眼睛底下 他在想什麼我不知道 看起來蠻可怕的 他好像看到這個特質吧 然後就找我去演菜頭這個角色 那當然在戲裡面他也是 就會拍拍拍說 你這邊就笑一下 哇 他可能從我的笑裡面 有看出一些邪惡的東西 或是他看出我的人格缺陷的部分 我準備這個角色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先把劇本看守 然後第一次看劇本的時候就發現 欸 沒了 菜頭這樣就沒了嗎 就跟大家想看電影看到那個階段 會想說菜頭去哪這樣 對 然後後面才發現 哇 原來他是 他是這樣子的一個結局這樣 然後準備角色的時候就是 我看了很多台灣的重型犯的影片 因為新聞很愛做他們的特輯 然後就去觀察這些人物 他們的眼神啊 或是他們的性格 或是他們的成長背景 大概都遇到了什麼樣的狀況 他們為什麼在什麼樣的逼迫下 會選擇走上這條路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去補足劇本 都沒有提到的部分 那一場戲應該是 導演覺得蠻重要的一場戲 因為在開拍前 他有找我稍微讀一下劇本 那一開始我在讀的時候 是稍微有一點情緒的 因為那些台詞 很自然而然的會帶出你的情緒 可是導演說不要 你就全部都壓著 你就冷冷的講 然後於是我就聽到他的建議 在現場實拍的時候 大概就是朝著那個方向去前進 可是在之前 郭忠祐譬如說 東島很厲害 是他會根據現場的場地 去找出最能拍出你特質的角度 還有什麼場景的搭配 所以這樣搭配一下 他就會說譬如說 我鏡頭到哪的時候 你就笑一下 然後可能 我就是覺得我這一切 都是要歸功於 我們的所有目前幕後的團隊 所以他們給了我這樣的 演戲場所的氣氛圍 還有我的造成就是他們 所以就套了一句那個 我崇拜的壽司師誠講的 他說那些徒弟們都幫他 準備好70%了 剩下他捏出來是那30%而已 所以這些榮耀都要歸功於劇組團隊 你知道為什麼 我剛剛在台上會這麼緊張嗎 因為我都覺得 我不能浪費時間 在準備我的感言 所以每次想要感言說 想這幹什麼 先把你的主持工作想好 所以一直在看我主持的工作這樣 然後過程當中就是 因為我白天醒著的時間 我都在準備主持的東西 我唯一可以構思我 如果萬一真的有幸得獎的話 我應該要講什麼 就是躺在床上的時候 欸這時候很有趣的事情啊 我就開始睡不著了 就好像你會身體其境一樣 然後還會做惡夢 然後夢到 我就在台上然後慌張 或者是夢到 反正就做一些惡夢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